啊 敲钱 现在敲 敲对 这个牌没得走了吧 走两三百万AK 走吗 走不了吗 走什么啦走 真的是走不了 一条九命死不了 死不了 我现在够了 够够够 可以看到这里AK 对AK的碰撞是 发出了chop 我们场上依然是七位玩家 依然是六位玩家 我们指望的刚刚被淘汰在第七名 早发了一张牌给Polf 那你 大亨你觉得这里你是更看好哪一位选手呢 对啊 我刚刚就说Jason Quinn 我还是觉得他打得很稳 而且我看他下注的方法 他是一个很有逻辑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 所以我整个观察下 我觉得他是打得最好 是吗 那我来看一看 然后Pordowski是 很会演戏 演得蛮好的 我现在倒是比较看好王军了 我现在倒是比较看好王军了 因为刚刚一手 大难不死 对AK对KK被 压踢脚的牌 居然逆转 对逆转chop 大难不死 特别是在最后一张盒牌发出了勾 那我觉得可能今天 幸运女神比较眷顾他 可能就像那天的Diven一样 对 来看一段简单的 对Junge Wanda的采访 那我必须要做 对你认为在短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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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暂 每个人都做了一个选择 也有很多 有很多 游戏 所以我们的游戏 都很喜欢 很高兴 今天很高兴 很高兴 我们也祝贺我们的Junge Wanda 拿到本场比赛的第七名 这位非常热情洋溢的玩家 是收获了370万港币 在刚刚采访中主持练也问到 这位亚洲牌手的鼎梁柱 常青藤 问他 关于短牌和普通的No Limit 德州扑克的发展 他问短牌会不会比标准的德州扑克长牌 拥有更高的人气 变得更加popular 更加的风靡 他说 会不会比长牌更风靡 不太好说 但是一定会比 随着时间的发展一定会比现在更加的 风靡 因为短牌 比长牌的优势在于 他并不需要特别大的等待时间 我们知道在长牌德州扑克中 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在翻前选择盖牌盖牌盖牌 再盖牌 而短牌由于排力尺的间隔变小 排力差距变得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选手之间的思考时间会比较快 娱乐性也比较强 那我们的Jason Quinn在这边选择埋伏了一个Pocket Kings 哇 K没了 两个K勾 一个KK 对 感觉时时会很容易中三条 啊 对对 这个排面来说 这个排面来说 KK是很难有发展面 对啊 6-7 GO KK还是暂时离开 在杂花的两滴张 单高张的Go High面上 其实倒是对KK来说比较好 因为这个面实在是比较干燥 对 那刚刚我们的阿彤预测了王大 王军王大哥 会拿下冠军 那我们来看一下王大哥 如果在这一把 有没有办法可以 用他的顶对 能不能少输一点 因为毕竟对手埋伏了KK 所以应该他会打得蛮小心的 而且我觉得王军王大哥 其实打得蛮不错 他今天有一把ASUS直接盖掉 然后把对手的牌拆出来说 Pocket Kings 我这道理你懂啊 看他 没有啊 哎呀 我以为他有牌 我以为他有牌 你看他 你看他 没有我听到他有牌 大家都累了 打得太久 你不说我这道 我这道 我们的枪口味 第一个行动的玩家 以为庄位是 以为他的前置位玩家是有牌的 所以在等待他的行动 结果大家都在等待他 说实在话 在一个这么高的比赛的Final Table 真的是很难很难可以看到 有这么欢乐的气氛 正常来说如果打到这么高的比赛 打到后期大家那种 是那种已经非常的紧张 然后速杀 对 好 我们的 我们的Richard Young 在这边选择 用顶队选择All In 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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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All In的话 其实另外两家都 有点 不确定 其实我觉得比较尴尬的是 王军他被卡在中间 对 对 因为他现在 卡在中间 然后后手又有一个Jetson Quinn跟住 他这边顶队 他 他要跟 其实 他其实是有机会要跟的 可是因为后面有一个Jetson Quinn 让他变得比较犹豫 对 如果是一对一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应该马上就会跟 对 对 因为这里对手范围里 其实还是有一些两对和Set 对 有观众朋友发弹幕说 阿童哥我觉得你说的短牌36法则不是很准 好像3.57法则比较准 其实不是这样子 对于单个Auth来说 的确是36法则比较精准 会有一定的5%以内的浮动 但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手牌的发展 但是 所谓的 在转牌发出来之前 有7倍的成率 是因为他还有一些 额外的RUNA RUNA的隐藏 现在我们的Richard Young 只剩下一个Auth 对 因为 另外一架也是KGO 王军是KGO 好 并没有改变 我们的洋老板 只剩下一张 GO 并没有发出来 我们的洋老板 直部在 第六名 第六名 有470万港币 对 扣掉本钱 如果是100万一发的话 还赚了370万港币 对 对 他不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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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什么打 两条石 他不会打 他打得很厉害 他肯定比欧大 他打得很厉害 他会打得很厉害 澳门Jerson Queen 值得一提的是 场上的这些高额玩家 有常年在澳门打高额排局的原因 他们对于中文还是比较的熟悉的 对 大多数都是会那么一两句中文的 而且并且他们据我所知 目前场上应该大部分的西方玩家 是会用筷子的 对 我已经看过每个人 基本上每个人用筷子来吃东西 对 每个人最少都不给了 我们的Ritual Young 穿着非常轻松 穿着一双Jordan的拖鞋 太冲动了 那个人 好多一句 对吧 我们的Tripleader Rickmove 在Cutoffway加注到35万 对 我们的Rickmove在 这个88其实我觉得可能不会抵抗 我比较倾向于盖牌 因为88 在这个后手丑马比的话 进去看一看三条也是可以 我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 他240万 是30个抵柱 跟住一个 我觉得好像有点多 还是短牌这边必须跟呢 我是比较倾向于在没位置的状况之下 我的88会选择盖掉 因为基本上一定有overcut 很难没有overcut 所以会变得在没位置的状况之下 会比较难打 打的 打的比较谨慎 对 在这里跟住和弃牌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里我们的抛发应该是对他的后置位玩家 有一定的解读 所以选择在前置位 选择用一手成手的口袋对子 在不立位置游戏这样子一个敌持 目前他的后手是240万 面对cheap leader 底池里面有86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合牌 这里面看到在合牌 你可能是有440万 在凝固的凝固的凝固 对 好 好 好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合牌继续选择check 谁都没有多余的动作 选择下注 在86万的底池中下注35万 底池来到121万 对抗对手的下注尺寸 我们的破法需要有一个1比4 25%的盈率 差不多接近25%的盈率去跟注 那么他现在在算他的组合 与对手的组合中 他是否能赢到这么多 他选择放弃 可以看到在不利位置游戏 一手 边缘排是比较困难的 短排这个游戏 由于排力尺的间距拉低 位置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的强大 我们可以多次看到 后卫的玩家利用位置的优质 打走了比他强的牌 你跟他一起玩 很难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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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次在最后 我跟他一起玩 我跟他一起玩 他知道所有的技巧 他知道你会知道 他知道 他知道 你会知道 你会知道 这场场场和这场场 都已经更加大 你会知道 这场比赛是我们的传奇扑克的老板 所以其实这场比赛他的盈利470万港币 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零花钱 他提到比赛会越做越大 然后会有更多的VIP去参加这样的比赛 他非常乐于看到这一点 当然我们作为牌手也非常乐意看到 亚洲扑克的发展越来越好 因为高买入的比赛带来的是高水平的对抗 高水平的对抗 通过传播可以使玩家得到排技上的全方位提高 我希望我们的东方玩家 特别是我们的中国本土玩家 可以有在国际大赛上更多的好成绩 去对抗全世界的高手 这球排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王军是用K 用顶对K来防守 并且占据了有力的位置 在天花面 两边都没有方片 我们的帕斯 Kosky现在是知道自己的96草花 抵对在这条线上已经是落后于对手的跟注范围 那么他这里在152万的抵持里会选择勾牌放弃 因为这里要偷取抵持的代价太大 对手在这里有大量的击中是不会盖给他的 好 啊 顺子 停下了这个底池 抓 抓抓抓抓抓抓 可以抓 可以拿一桌子 另一桌子 好 抬住 哈哈 真的啊 他下來抬住 絕對抬住 抬住 抬住 呵呵呵呵 不怕壞 腐魯也不怕 對不對啊 挖的可能性不大 挖的還有 不停地打 打打打打 好 我們現在 目前前面位置 都沒有一個可以玩的手牌 那我們這個 Predoski 有一個七十銅花 手牌選擇加注 直接加注到三十萬 也算是比較兇一點 對喔 直接加注到 七個多的前注 七點五個前注 啊 我們的Jason Quinn 在 有力位置選擇用 勾圈砸射來防守 WOW Flop直接拉出來 擊中三條 好 那我們的Jason Quinn 在這邊會不會選擇 Slowplay做個check 呢 好 如果是我我也會選擇一個check 那TEN 勢必要來做一個價值下注 可能是一個二十五萬嗎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一個注 我覺得挺適合 喔呦 繼續的埋伏耶 對 他選擇繼續在這裡埋伏 那這裡基本上 是選擇想要秀 但是那這裡 應該會來一個大的下注了 對 那這裡勾圈 在前兩條街已經 隱藏了自己排列的情況下 可能要做一個 大的下注 一個七 七十二萬 多少呢 並不大好像 三十六萬 一半 一半的底子 對 對 當他有擊中的情況下 這個額度是可以抓的 因為畢竟在前置我已經是 在加注的底子裡面 check了三條街 是失落了 他只要去 一半 就是 三個 他只會 兩半 二 三 他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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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要選擇七配要跟其實也是蠻不夠大的 可是因為Judson Quinn從頭到尾都在埋伏 對 這裡就是利用位置優勢埋伏 給對手一定程度上的迷惑 因為在這樣一個前兩條街都沒有任何行動的情況下 他的範圍是非常的隱蔽的 好 選擇跟住 好 抓到了對手合牌擊中的抵對七 這場比賽還剩下五名玩家 就算困著把埋伏得非常的好 還在River多賺到了一個下注 不然在正常的狀況之下是沒辦法多贏到任何的籌碼 對 好 這裡有一對十選擇Limp 王軍這裡拿到了勾圈雜色 應該也是跟著選擇Limp的一個不錯的排型 這排在翻後的遊戲能力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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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就他的籌碼量而言 他這裡完全可以做非常大量的擠壓 因為這樣子帶給他的賠率是非常好的 每一次成功的擠壓收持都可以帶來不錯的收益 像這一對十就像剛剛那個一對八一樣 很很艱難 就是因為數學上你是要絕對防守到很多 但是沒有辦法 這就是後置位的一個優勢所在 而且剛剛那個PoFood的一對八又更小 而且籌碼又只有兩百多萬 對 所以他一對八我可能就棄掉了 但是其實沒有辦法 因為你如果在前置位做太多的Limp4Limp4的話 你被剝削的太多了 因為後置位你知道 其實後置位在像官煞位和低了位 是可以開持很寬的範圍去剝削你 這是基於數學上一個非常簡單的控制 我們可以做一個標準六人桌的一個推演 就比如說 為了 一個基準理論是為了 抵抗你的盲柱被一個大盲一個大盲的洗掉 那麼在正常標準的50到100個 Anti的球馬尺度後手範圍 你大致要在前衛Limp4%前45的範圍 是的 那要抵抗多少呢 45裡面要抵抗多少 對 在前衛Limp45的範圍 那麼面對一個後置位的加注 我覺得在後置位你加注前30%的範圍 都是有利可圖的 因為當你選擇在後置位得到一個這樣子的 擠壓的時候 比如說我在前置位Limp一個Anti 那麼後置位如果開30%的牌 然後每次開10個Anti 對抗前置位0到45%的範圍 我用0到30%的範圍來開持 會得到一個牌力上的58.23的盈率 這是一個基於數學的一個公式 那麼帶給前這位玩家的兩條路都不是很好 因為當你Fall的話 那你就失去了一個Anti 對嗎 因為你無限次的Fall 你每次都只損失了你頭下的那個Anti 那麼你就得到了-1的EV 當你選擇call的話 那麼你是底池裡面一共有6個Anti 抵住6人桌 然後再加上你call進去的10個Anti 後位玩家的open的10個Anti 一共是26個Anti 那麼26個Anti乘以你的41.76的盈率 是等於10個Anti 那麼EV就是10個Anti 減去對手 是0 架住的10個Anti 對對對 就是0 那麼你在前置位無論怎麼樣 你是賺不到EV的 但在後置位 如果前置位選擇call 那麼你賺到了26乘以58.24等於15個Anti 再減去對手 你放進去10個Anti 那麼你每次對手的call 為你增加的是5個Anti的EV 而對手Fall的話 那麼去掉了對手扔進來2個Anti 再加上這個底池 那麼就是說你直接拿到了一個7Anti的底池 你得到了正7的EV 所以說在後置位 你可以幾乎可以開30%的範圍去剝削前置位 那剝削前置位的話 那麼反過來前置位你又要 可能要不能Limp8%到45%的範圍 你可要把前面的top range要Limp進去去抵抗 因為當你面對這樣子後修的 大概三次至少要抵抗到 四次裡面抵抗一次 四次抵抗一次 對對 如果你是存用那個 如果是Limp45%的話大概要抵抗 你說call嗎 call的話要 Limpcall的話 對Limpcall要call 大概三次裡面要call兩次 三次裡面call兩次 對對對 差不多要這個頻率 但是如果你把你的top range0到8% 就是A圈加的範圍也選擇前置位Limp的話 那你可以 Limpurase 對對對 對對對手後衛的Squiz做一個300的擠壓 對一個再加注 那這樣子的話你差不多 就是45%裡面選8%就可以了 大概五次裡面選擇一次 這樣就可以勉強可以達到平衡的EV 這真的是一個蠻重要的觀念 可是這個大概是100個Anti左右的一個 防守方法 那如果是不是籌碼 如果稍微比較少一點 是不是應該就會 可能Limp45% 可能會變成Limp 可能也許是30%呢 對對對 當你籌碼少的時候 你的選擇可以變得更加激進一點 因為你完全可以拿到一手 短籌碼的時候 你拿到一手top range的牌 你就直接可以跟人推掉 因為這個時候你的後手籌碼短 那麼人家會覺得 我有很多的牌都可以call你 基本上少於15個前柱的情況下 低了位的任何 就是終結行動的任何兩張牌都可以開你 是的 對 如果後手籌碼夠深的話 好 謝謝我們阿彤跟大家分享一個這麼棒的觀念 相信這一段應該是可以大家不停的回放 來把這個觀念記起來 然後阿彤如果可以的話 把這份資料寄給我 謝謝 可以 完全可以 這也是目前一個 我看到市面上稍微主流的一個系統理論 但隨著這個遊戲越來越風靡 肯定會有更多細節更加先進的演化 就是撲克會不斷的進步 對 就像在30年前 遠古時期 打長牌德州撲克的人 可能都在3-bet 4-bet的範圍裡面 只有AAKK這樣的長牌 對的 甚至圈圈都不會做一個非常激進的動作 但到發展到現在 現在翻前幾乎已經是有了 構建到了深仇碼的5-bet Light範圍 一個第五次加注的一個炸弧範圍 並且也產生了很多類似GTO和EO的流派 好我們可以看到 回到比賽 目前我們的場上 積分領先者擁有207個前組 826萬的籌碼 我們的Rick Moore Rick Moore這是法國嗎 這不是法國 這我以為是法國的國籍 不是不是 法國的國籍是橫過來的 橫過來的 對 場上還有一名 純中國籍的玩家 我們的王軍 可以看到我們的傑森控在這裡 以730萬的籌碼 加1位置 手袋對 口袋對7 然後我們的Pof 跟著Limp的一個SGF 7-8這手牌 如果再加1格變8-9的話 也是在翻後非常高能力的一手牌 是的 對 這是由於在短牌裡面 順子比較容易擊中 那麼8-9 9-10 10勾這三手牌 它的表現會優於在長牌中的表現 因為他們這三手牌 都是能夠拿到上下 不封頂的滿順 而像7-8這手牌 就會少一個順子 相對於8-9的順子組合 那Pof這邊下注 應該是大家都沒辦法抵抗了 對 手對7和7-8都離這個牌面差的太遠 關聯性不強 有的時候選擇跟著的理由 不只是要看目前手牌的絕對強度 還要看手牌和這個board的發展面 以及是否你的形象 落在了這個範圍裡 那我們的Pof是一家桌上籌碼最少的玩家 累喔 嗯 好累喔 你出兩顆球 嘿嘿 好 我們的王軍 這邊有一個Pocket Nice 現在剩下兩個人的對決底次 那Poloski 一直以來在後面位置的話 其實打得挺激情的 所以他有可能會來加注嗎 哈哈哈哈 放棄放棄 放棄 叫 喔 大手 嗯 切 又想叫了 又想 老師停不了手 嗯 停不了手 哈哈 這個牌也來我 摳什麼都麻煩 哈哈 這個巴也要摳 停不了手 啊 敬不了手啊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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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手 30 我們的佩洛斯基在Hijack Open了一個A9 Off 那王軍如果他在Button 可能會比較考慮要跟住 那在這邊後面還有人的狀況之下 蠻有可能就蓋掉 他們在討論這場比賽的盲住級別 這場比賽是短牌賽事 所以在我們的撲克牌中是去掉了2-5的小牌 只剩下6-S的大牌 我們的比賽是不分大小忙的 每個玩家都得在每手牌付一個前柱 在裝位的玩家需要付兩個前柱 也就是一個底柱來進行遊戲 現在王軍感覺已經累了 今天這場Day2的比賽從2-5開始到現在 已經進行了11個小時了 對 非常的久 而且中間也沒有任何的dinner break 就可能每兩個小時休息15分鐘 那其實對於體力的負荷其實蠻大的 對 可是你看現在Jason Quinn還是精神異異的樣子 他平常在運動果然是不一樣 對 職業玩家已經習慣了這種高強度的賽事 Jason Quinn 你看一下他穿的外套 外套脫起來就看到他超壯的 對 大肯你也超壯的 我曾經以前是運動員 結果後來打牌的職業傷害讓我胖了非常多 大概胖了二三十公斤 最近有在減肥啊 還在努力 天啊 相當惡 鳳嬌 啊 啊 哇 我可以看到 我们的 法国斯基是 在UTG位置又拿到了 一首K10杂色 继续选择加注到30万 7.5个 ante 这首圈圈无疑是会做一个 隔离了 在这个位置 圈圈 他没有选择做一个 在这里慢打 一个圈圈 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打法 那看来 波富会不会选择OE呢 因为现在底池对他来说是蛮多的 而且其实你看 长时间的那个拍局下来 其实在后期的时候会让人变得没有耐心 那可能有一些很差不多的拍 你可能就去了 那像这种例子其实 像比如说在亚洲时间 在网路上打online 其实有时候打到后期亚洲时间都是在凌晨 所以很多人在累的时候就会做一个不是很好的决定 都是因为没有耐心 对 不过对于这里来说 这个七十几万的底池 对于他的后手来说 A圈完全是一手可以挤压的牌了 是 那这网均应该是要跟了吧 对 而且他有累了 这个应该是 因为因为他的前置位对枪口位的加注的跟注 其实有隐藏他的牌力了 对 应该差不多了 227万5千 我们屏幕上显示的确切数字 205万 不是不是等一下 221225万 就 200是吧 200多 220万 225万 我这里就是 50100 190 100多 200多 220 225万 还cover了一点点 对 还cover了一点点 如果你要去才可以拿回 去 我知道 双双双双 就200 双双双去 嗯 1 3 6 8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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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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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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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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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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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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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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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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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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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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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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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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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7 8 9 9 7 7 8 7 8 8 9 8 9 7 7 9 8 9 9 7 7 8 8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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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我们的王军在这边好像要瘦下底细了 短牌中前置位防守 后置位进攻 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趋势 我不知道随着游戏的发展以后会不会有新的理论 目前可以很自信地拍着胸脯说 基本上全世界的玩家对于这点还没有 还是比较认同的 因为位置的优势 后位置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显而易见 那家底值非常巨大 所以布托斯基在想说要不要用 36万5去赢一个200万的底值 对 1赔6 16.6% 差不多现在赔率刚好 可是目前看起来是没什么揪的牌 对 他是只 3 1 2 3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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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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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复活了 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位玩家了 感觉为牌桌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牌手经常在Final Table的时候 由于比赛的Money Jumper比较大 所以会显得额外的严肃 气氛比较紧张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张桌子大家的气氛还是比较的轻松愉快 在这张桌子里面有一个S Queen的红星 对我们的破发是拿到了 一直拿S Queen 对好多 而且还能赢 对 能赢是关键 做了一个六个抵注的 我们的王军有可能会O1 这是一手非常强的牌了 石沟同色 可以看到在目前这个三加底池 如果进来的话 他是领先于其他两位A High 对 这就是这手牌在短牌里面的优异表现 这是一手他放弃不了的牌 可以选择跟住 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手牌的翻后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而且他还有位置 哇 这要上了 双头胜带后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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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上顶两队 那迪斯的跟筹码比 大概也就1比2左右 那我觉得这边如果 波幅下一个大的筑码 可能是50万左右的筑码 我觉得王军应该要O1 4者 让自己筹码翻倍 那我觉得这边如果 好 直接O1 好 这个O1就是很僵了 因为对手没有气牌率了 对 这里的话你要真的上去拼 就是拼一个44对56的一个 没得走了 没得走了 对 1x2 的确是上了 的确是上了 而且他这个 这个O1的话 在 他的培育来说 算是真的蛮划算的 对啊 而且你要翻倍 你都跟着这个牌进去 有这个做 出来就是 该上了 对 那我们刚刚看到 呃 JZ Quinn 4掉的是 A6 所以 没有挡到他的range 对 我看到观众有问 当那时候为什么 我们的外国选手 只有 哦 顺花双抽 又多了 非常多的HOTS 非常多的HOTS 看Rever 哦 击中 击中了顺子 果然双头顺真的太强了 好 我看好的选手又Double了一次 哎呦哎呦好像 要逆转回来了 对啊 已经拿到了430万的筹码 刚刚我在我们的聊天室看到一个叫做 陈东 那这个陈东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知道那个陈东 来自宁波的陈东是吗 有可能 因为就是在台湾的比赛 在那个 APT的第二场 对 陈东拿到了 那个比赛的冠军 对 你知道吗 他拿冠军的前三天晚上 还跟我 吃过一个 吃过两顿夜宵 哈哈 当时他还说 哎他拿了两个亚军 觉得 哎太苦了 就是想要 想要冲一冲 下一次 打到单挑 绝对不能再输了 果然 对果然再一次拿到了一个冠军 因为陈东在之前已经拿到了很多的好成绩 拿到在 呃 之前在澳门拿到过一个 红龙杯豪克赛 两万五千港币豪克赛的一个亚军 以及青龙的亚军 陈东打牌 也是在就是 就是 真的蛮不错的 对就几个月前在在这里 激州岛的蓝顶赌场 上次跟他同桌一直三逼我 我觉得他很烦 哈哈哈哈 在有后卫一直三逼我 对 然后刚好回来都没排 哈哈哈 没得玩 哦你说是上次我跟你打的时候吗 对啊 是在 呃 apt 台湾的时候 哦 然后没有同桌吧 哈哈哈哈 我在翻前 进攻性还 稍微有点 有点 进攻欲望有点大 高 他们可以看到 目前我们成马领先的还是来自俄罗斯的玩家 呃 Racking Mode 刚刚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啊 之前为什么说他的K7在flop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选择跟住一个对手顶两队的下注 ALL IN 这是基于数学啊 说到底这个扑克都是数学游戏 当时他的赔率是 只要跟住36万可以赢得一个36加135 也就是将近 也就是170多 将近170万啊 没有没有 130 130加30多 他底次没有进去之间 160了 160加30多 200多 135我刚刚看到的 是135加30多 对所以是170 那么他只要拿到一个 他跟36万赢170 是 是100 他在没有放进去之前是130还是160 160 那如果是 放进去总共210 那如果是36加160的话 那么就是说去36万去打一个200的底次 那么他只要是差不多0.17 就17 我记得算计是210万 他36万放进去加起来会210 那他只要一个 所以他刚刚在桌上说他觉得15%就够 15% 对 所以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 是一个比较边缘的跟住 就这个跟住 不能为他长期带来正EV的收益 也并没有损失多少 对可是盖牌 盖牌就损失了 所以这里是个边缘跟住 哇 这个決战困直接O1600 80万 用他的A8童话 对 打走了我们的89黑糖 像包括之前他买两头肾 在底池里面已经有大量死钱的情况下 面对这个赔率他也只能摇耳牙上了 可见正确的决定 可以为他带来正确的好的结果 扑克归根究底是一个基于数学的游戏 参杂一些心理上的对抗 参杂一些心理上的对抗 这是一个综合博弈游戏 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我们的王军 又再度拿到了也是Pocket Queens 他上一把Pocket Queens 输给S Queens 有观众问 我们的POFA是哪个国籍的 因为他的国籍很像美国 不是 他是马来西亚的 对玩家 那像这时候遇到两家令魂的K10 红星会在Cut Off 这个后面位置选择一个加注吗 如果你筹码可能再稍微多一点 目前在这个底柱的情况下 只剩下50多个底柱 是可以选择大翻后的 因为这是锦标赛 但如果是没有锦标赛的生存压力的话 我是100%会选择开持挤压 因为长期的收益会比较 就红线的收益会比较高 那所谓红线的收益呢 就是在没有开牌的情况下 收得底池就是红线的收益 对 我怕大家不太懂 红线收益是什么意思 对 对 就是不锈牌的 不摊牌价值 那绿线的收益就是摊牌 藍线 对 绿色是赢的啦 对 藍线的收益就是打到开牌后 你获胜的那个 的那个 价值 那绿线是你实际 你拿到实际上拿到的一个 对 禁引力 然后还有一个是黄线 那黄线就是你数学上应该要拿到的 对 就是你的标准波动 也就是说黄线被我们称为我们的 EV线 对 运气 运气基准线 也是你的EV线 是吗 我觉得运气基准线是绿线 哈哈哈哈 因为有时候我说黄线那种超高 然后绿线超低 就觉得 我觉得黄线是安危险 因为当你打得很好的时候 你要绿线在下面黄线上面 你只能告诉自己说 自己打得不错 打得台庭不错 运气不好 对 看到场上还剩两名美国玩家 一名中国玩家 一名马来西亚玩家 一名俄罗斯玩家 我回忆了好久才想得起来这个排名第一的是俄罗斯的国旗 因为好多欧洲 都长很像 都是三色旗啦 就是竖的横的三色旗 法国俄罗斯啊什么的 特别特别多 非常的搞 搞脑子 我们Jason Quinn 另一个AQ 我的地力也不太好 那我们的很凶的Pedowski 会不会有一个激进的动作呢 那底持有45万 后手只要230万 对 这里的后手是非常的多 那这里如果 轻易动的话 很容易被 UtG嘉依卫的A圈 反过来再打 哎呀 石钩果然又中了一个顺子 对 天顺 而且是我们的CHIP LEADER 拿到了天顺 这里 后发不出意外 是要 他要选择下注 要选择一张Q跟一个顺子的Blocker 我还没有说出来 不然我要被打脸 我说不出意外 他可能选择过牌 哎呀 我又被 其实这个下注还不错 至少可以 知道自己 处于什么位置 并且拿一个中队来下注 那这边如果是REG MOVE 在一个四人桌的话 嗯 我这边 我可能会只用跟的 那如果我没有方片J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加注 那因为我阻挡到一些童话的组合 一些买牌 对 那我会想说 可以用跟的 再慢慢的处理 而且是四人的底次 他正在考虑怎么处理这手牌 想说要跟注还是夹注 他这里的位置有点不太好 因为 他是一个 紧贴着下注 就是 紧贴着 做出下注的玩家的一个位置 如果他现在是处于 Jason Kone的位置 那是更好 因为可能会得到 一个玩家的下注 以及两个跟注之后 他可以选择 心安理得的做一个RACE 对 那现在他自己选择RACE 感觉好像是RACE 也不是太大 好RACE要70万 那这里其他的玩家是很难去 对抗这个多人底次的RACE 啊 顺利的拿下底次 我会比较喜欢用梗的 因为这边 但是因为是多人 所以在这种多人底次 我觉得在这种多人底次 我不敢不拉夫 所以如果我不敢不拉夫 我的RACE就一定有牌 这样我就会泄露出我的地方 但其实在短牌里面 就是你能打走对方的权益也蛮好的 因为 你想在四人底次 对方如果 有大量的成熟牌的情况下 你这里 因为你的天顺是不阻挡场上任何一个击重 那一旦TEN上 但凡出现任何一个攻队 你就很难处理了 可是因为 我想说 用攻队他你打我再跟就好了 我就不用那么急 而且我是Trip Leader 也可以也可以 应该是说 那我是觉得在这个结构上面 如果没有顺值 你有什么牌会RACE吗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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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不太会 但是也在范围里面 也有范围里 可是我觉得这边能RACE 有点强 我想不到我没有BLUFF了RACE 我没有BLUFF 所以我一定是有牌的 对 蛮难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我会觉得自己看起来 比较不平衡 所以 我可能就会放弃部分的RACE 就比如说我刚刚讲了 我的有方片J 或我有方片C 我可能用跟的 那如果都没有方片 我会比较倾向于RACE 但是如果像刚刚那个牌 如果他选择跟注的话 万一得到了后置位的赔率跟注 然后TURN上